百家观赛团,意想不到,辽宁南兰最新消息,杨明正式离队,球迷幻想破灭,网友热议一针见血地指出,看到没有,辽宁南兰哪有什么情怀,只有利益,他们宁愿一百万欧元给外人,也不愿意一百万人民币给自己人,这还是二连冠军主帅,舍不得花钱,大家习惯就好,当初的老叔,现在的杨明,以后的肯定还有,辽宁都是这样对待功臣的,杨明也算是功勋主帅了, 他离职肯定不全是钱的因素,这里应该还有好多不被外人道的因素,总之,腰包不鼓,说话就没有底气,即使是土生土长的家乡人也不和你吆喝了,本来以为,杨明可以像杜丰一样,在球队有很大的话语权,如果是因为薪资问题,其实可以参考杜丰啊,如果杜丰60万,杨明50万也说得过去,如果杜丰100万,杨明50万就显得少了,拿杜丰薪薪资的80%还是可以的, 杨明不仅仅是帅,他的情商很高,同时他也非常睿智,CBA未来的顶级教练,很难得,过几天就都忘了这事了,就像当年的老叔走时,谁对谁错不关心,杨明够聪明,现在离开是最明智的选择,辽宁南兰有一帮绝对实力的摆在那里,俱乐部能不飘吗? 但是拿了总冠军立马换教练的球队,好像还没有见过,杨明指导的主要作用是摆平更衣室,这个任务是老外摆平不了的,而且50万一个综艺就赚回来了吧,感觉辽宁南兰快散了,杨明应该再得一贯再走,三连贯教练身价更高,做代言上综艺把当教练亏的钱就补回来了,他和辽兰真的很匹配, 说实话,一开始杨明是比较菜,但后面也慢慢有点进步,也给球队拿了冠军了,球员时代也好像是一直效力辽宁吧,就这样开了,确实有点不地道,应该让他再继续练及,杜峰刚开始带广东不是一样也有点菜,后来还是一直给他练及,才有现在的高水平,前两年反正挺菜的,球员实力摆在这里了,感觉和教练水平关系不是太大,夺冠很正常,辽宁队总是谈钱, 伤感情,大感情牌招人留人,不过在现实社会中,是用钱衡量价值的,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的关注,创作路上感谢大家的陪伴,我会继续加油的。